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持的搭档 所以马博士奉献 把袁小姐 袁明明小姐 还是05年的港姐 请到我们节目来 非常感谢 而且你看你还很重视我们 为了来我们节目 还整个容才来 是的 太重视了吧 我说天古之谜 是因为我特别请她上来 想解开我的谜 我合作了半年 每一个礼拜一次 见她一次 一个礼拜比前面一个礼拜漂亮 怎么越来越漂亮 越来越漂亮 我就猜是不是整形呢 后来她很大方 她说好去整了 而且像这个全社会 人家都愿意公开 是吧 我的问题是 你脸上有什么是真的现在 其实只有双眼皮是整过的 真的吗 还有很小时候 有弄过那个牙齿矫正 其他都是真的 其他那我们就放心了 但是这个双眼皮 我看见她的介绍 我们大家可以看看她的照片 听说是也是非常狠的一种方法 说是从韩国来的一种方法 导演给我们看看 这个袁明明小姐 这个是手术之前 你之前是单眼皮吗 其实不是 是双眼皮的 可是化妆以后呢 就变得很小 涂了那个眼线以后 就很像那个内双 内双 对 咱们再看手术 那里本来就是双的嘛 本来是双的 我觉得手术中也很漂亮 咱们再看动完之后 是什么样子 听说是一边 每边眼皮缝了七针 我怎么觉得 这是不是还有点肿 还有点肿 那个是手术以后两三天 现在已经消了 那个照片的还是很肿 这个有的 你看我还真看不 她这个看不出来 很自然的 是看不出来的 但是我觉得这样是能够 你看 闭上眼就看出家来了 有一点点 你一闭上眼 文涛根本不再看你的眼睛 他不看你眼睛了 你要张开灯着他 他才看你眼睛 我见过有的那个 就是弄得就不真 比如他哥的那个距离比较宽 有一个老师 他曾经这个做过 后来我几年没见 再跟我聊天 我看他有点欢愣了 你知道吗 我注意他的眼皮 超过注意他的眼神了 对对对 因为隔的 以前的方法呢 就是隔的 他们隔得很高 然后就很像 那个双眼皮中间 有一些脂肪这样 隔得很不自然的 我这个方法是比较 你这个方法 说是一边扎了七针 再什么用什么交叉法 给你拉到风 对对对 是扎了七针 然后呢 他有一条线 就是平常用手术的线 很细的 然后就从前面 这样到后面 然后波浪形的 然后回到前面 整个过程大概多久时间 两只眼睛才用了二十分钟 很快 真的 不当回事了 二十分钟 他就局部麻醉一下 就打针麻醉 也不痛是吗 也不痛 可是有两个考虑 一个是痛 所以你等一下 要告诉我痛不痛 第二个我很担心说 因为麻醉是局部麻醉 我很怕在弄的时候 突然打个喷梯什么的 一动 他就疼了 你知道吗 就变成说文涛所说的 你等一下 等一下我要打喷梯 这已经因为你可以讲话 你可以告诉医生你的感受 所以局部麻醉有这个好处 那你解答我前面的问题 到底有多痛 我听有个朋友说 一针下去 他痛到整个人跳起来 蹲着医生哭了 不会了 他那种 他打针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 就有一些 像好像被紫杂 这样 被紫杂下了一下 对 然后他那个线绕过去的时候 你也是感觉到 有一点点 tension 张力 可是也说不上痛 那拆线的时候呢 叉一下 没有 不拆的 不拆的 他自己会 还在里面 就是线现在还在你眼睛里面 还在我眼睛里面 没有 那你们两个都错了 他不拆线 可是线也不可能在眼睛里面 他会溶掉 现在的线 就像做手术一样 过了一段时间 他其实都会融化 听说是用那个螃蟹 那两个钳子里边的一种膜 做成这种线 对 就是说现在你的肉里边 也有蟹肉的成分 不是 我跟你讲 你为什么呢 我觉得刚才 你没有做的时候 也美女啊 要不就港姐啊 就很漂亮啊 其实我真的觉得 真人是没所谓 我本来的眼睛也是很圆的 也双眼皮很明显的 可是化完妆以后 上了镜以后 真的眼皮是烧失了 消失了 不见了 会被那个化妆盖住是吧 不是 我不知道是灯光还是什么 总之是不明显 那我觉得在这演艺界 很是亏啊 眼皮从很圆变得很扁 在电视台压力下 整容是吗 像整容这个事情啊 很多人这样说啊 很多特别 现在不管是不是演艺界 都喜欢去整了嘛 只要健康 健康不出问题就好了嘛 可是说有一个说法 整容也要讲究道德的 那道德是什么呢 你不能公开讲出来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到一个女生漂亮 或者说越来越 很多幻想 或者说越来越漂亮 我们就想象了 有没有整过 哪里是真哪里是假 当你把那个真相 互录出来以后 完全没有幻想了 所以也算了 那你欺骗老公吗 消费行骗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男朋友 那么你会跟你男朋友讲 当然你跟全体都讲 可是我做以前 还需要问他的意见 那当然那是我工作之一 所以他也不敢有什么意见 而且双眼皮是真的很小 很小的 还有什么地方 我觉得你还可以整一下 没有 但是你说这个也确实是 有时候会引起一些问题 所以就比如说一些双方 就闹出纠纷来 最大的咱们听说没有整好的 最近比利时出了一个 一个女孩子让这个整容 那还不叫整容了 叫闻 闻就是说在我脸上 现在很前卫的 闻三颗星 也是要给男朋友看 闻三颗星 最后你看 给他闻成了什么样子 我们导演可以看 所以他现在要告 那个给他闻身的 说你给我闻了 五十六颗 这怎么办 这个是不可适应 因为你说闻三颗 当他沟通错误了 闻到第四颗 你已经知道了 他不可能是把你全部弄晕了 才闻 他怎么会闻到五十多颗 所以我跟你说 这种事往往就说不清 女孩子他觉得不好看了 他当时说 最近真出事了 你整得挺好 但是你觉得最近死人了 在深圳 在深圳 五月二十六号 也是为了一个男朋友 一个深圳女孩子 他跟一个香港男朋友 就要结婚了 他还不告诉他男朋友 其实他原来在 很无辜的 他那个手术 他从哪里抽脂 然后把脂肪放到脸上 填充 把项骨弄起来 他原来是在医院 做过点小的整容 他觉得没什么事 然后他要结婚 然后就是那天 五月二十六号下午 好像四点多 还给他香港男朋友 打一个电话 说你等着吧 看到最漂亮的我 结果他男朋友 再看到他的时候 已经是尸体了 就是他要把脂肪 他觉得他的脸那个扁 他要用身体 别的地方的脂肪 让他鼓起来 但是你看最后 这就是医疗纠纷 最后得法律解决 就说不清楚 这医院也说 这个不会死的 怎么就死了 所以我怀疑 我也看到这新闻 我小人机心 我怀疑 是不是说 那个医生啊 整错了 怕医疗纠纷了 干脆整死 哎呀不会吧 没得讲了嘛 说他会有反应 他可能对那个药 身体会有反应 所以就死掉了 总比说你不整死 他告你弄错了 一边高一边低 所以你这个算最轻的了 那你听到这种事 你对整容 更大规模的整容 你怎么看呢 其实我不建议 因为双眼皮是真的很小很小的 也因为你没有全身嘛 所以你还是在一个清醒的状况下做的 然后如果你说抽脂 你有没有看过抽脂的影片 没看过 他是真的把一个针 就是插在你肚子里面 然后这样抽的 就是很很aggressive 抽出来放哪啊 抽出来放在一个杯子里面 抽完以后给你看 是为了减肥啊 减肥的充斥 我以为抽了之后给你全充 不是 他有人叫弄在屁股 这是挺恐怖的 弄在屁股上 弄在屁股 还有那个鼻子 你看过吗 这是龙鼻 他就把你全身麻醉 你睡着 然后他在里面什么 开一个洞 然后把一条胶条 放在你的鼻梁这样 所以龙鼻的人 在鼻梁很直很直的 很直 你看你就很直吗 没有 我有一个鼓在这边 哦 还能隆行曲线是吗 哈哈哈 强向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现在这个金融危机啊 都是男的这个忙着整形 女的忙着整形 哈哈哈 你知道是真的 就是上海 现在说是都组团去整形 能便宜啊 三十个人 而且都是大学生啊 霍旦大学啊 什么上海 他就是上海 上海人 但是父母亲都是上海人 他在香港长大 是吧 后来离异 哈哈哈 我就说上海的大学生 三十个 因为大学生没什么钱 然后说呢 三十个人组团可以减价百分之三十 哇 一几具整容 其中有三个男生 嗯 那说问为他们为什么 说就为了找工作 嗯 对啊 哎我真的有点不太相信 就除了电视台来说吧 一般性的工作 你真的整容会有用吗 当然有用了 你给人给人家的印象也不一样 没有 因为我们这样说有没有用啊 我们要先看他还没有整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 哈哈哈哈 我们不论 我们不是说整了漂亮 就找到工作 不是那么简单 可能有些人真的很不信 他一看啊 就不太讨人喜欢 可能没有自信 你一看 第一个他可能讲得不好 没记性 第二个我们经常用面词嘛 聘用人嘛 嗯 有些人的确蛮不幸的 一进来你就觉得都 他苦口苦脸 苦瓜一样 然后或说看起来很凶 那我们的确会减分数了 所以他找工作不顺利 他不是说几求漂亮 嗯 他是把部分剪掉 嗯 那是两个概念哦 对啊 你不断追求美是一个做法 嗯 另外你只是把 至少不丑吧 对 接丑嘛 广东话说接丑 把丑的部分盖住 可能是拉一个三十个人 就觉得是超级丑的人 但是人是这样 有的时候这个 这个美丑也相对啊 嗯 好比你整这个双眼皮 那完全有可能过十年 就流行单眼皮才是最美的 你怎么办呢 那算了 那时候都不整了 你在缝上吗 不 不 不不弄了 而且现在还有说是什么 拉皮的 我听他们女孩子说 哎呦 这么说是太可怕了吧 从从这里 真的 他是从这里开刀 然后血都流出来了吗 然后当然是麻醉了 然后就算拉床弹一样 备丹 备丹 对啊 这样拉上去 然后把多余的皮剪掉 然后再缝起来 那又松了呢 好啊 过几个月 就维修啊 又维修嘛 对啊 可能过五年六年 所以他们说 见过一个老太太说 很年轻嘛 你下巴上怎么有一小眼 她说是肚琴 这个你刚说的这个方法 其实是大整形了 另外的方法 现在流行是黄金拉皮 这是用一条黄金的线 也是韩国人用出来的 要小规模慢慢的弄 慢慢拉慢慢拉 把你拉紧了 那条线是在监理的 可是他过一阵子 在这里 会每隔一两年就重修 所以他们在鼓励的概念 以前是说 你年纪到一个地步 你才去弄嘛 就像刚才这位叫什么名字 说我眼皮松弛那个 我都不想跟他讲 你被吊一吊 吊金白鸽大火 对那是到了四十多岁之后才弄 现在不是 他鼓吹 就像你保养一用 从十多二十岁就开始 这有风气不太好 等人家不觉得你 完全不觉得你有分别 从十多岁 大概那个程序是这样 十八岁就开始用那种 什么什么 保白保养皮肤的东西 二十一二岁就开始了 开始要注意了 可能要打一点一点的BOTOX 那种肉感菌 肉毒感菌 是从二十多岁开始打 效果才是最好的 肯定是美容行业 那你了解的是怎么样 我了解的是 很多香港的女生都有去整整容 龙胸也有 到十六到十八岁的客人也有去龙胸的 然后每天那个医生忙到不得了 眼皮啦鼻子啦 什么骨头啦 很多东西要整的 还有提升啊 还有什么瘦脸啊 去皱纹啊 很多很多 她跟我说说 你可能想不到你身边的女性大概就是整过容的 这么普遍了吗 现在 很普遍 因为他们的生意额很高 有时候身边一个女朋友几个月没见 突然很一样 而且文涛你用那个字啊 已经是过时了 就算我经常也会用 什么整过容 现在都不叫整容 一说整容就好像有个假的东西 对不对 他们叫美容 美容 对不对 你刚才也常说美容 对 医学都不说了 都去美容 那美呢 是很正常的事情 不是正吗 甚至有人把它科学化 称为人体美学 人体美学 这样听起来就没有这么 听起来就很普通嘛 我们什么样的美学都可以 杯子的卸制美学 什么灯光美学 人体美学 把你身体调校好 但是这东西真的就好吗 你比如说我问过很多男士 他就说 你说龙兄 他觉得他太太啊 他不能接受 像上次我看蔡兰写的一个小文章 他不是producer吗 剧片人 拍那种 大概是什么 有拍那个 那个那个床上戏的嘛 然后说旁边有个人问他 说那个女星 怎么躺在床上 胸脯还是挺的呢 那肯定是假的了 假的吗 那你说 你说这到底是为了别人看 我觉得为了自己可以 为了别人就不要了 那你说这龙兄 为了自己 不是 有空自己摸一下 怎么为了自己呢 我觉得那个娱乐新闻啊 传媒也有很大的责任 他们比如说一个女星 她的胸部很平 然后在杂志的时候 她平胸这样 就觉得很伤害很多女生的 自尊心 对 所以他们就受不了 受不了就去龙了 对哦 真的是这样哦 八卦媒体 恰恰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咱们袁小姐是很好看了 是吧 工程到此可以暂停 是吧 到此为止 但是我觉得往下进一步啊 其实涉及到一个 你要整啊 也就是说我们认为人这个漂亮 是有一个标准的 才谈得到整嘛 可是实际上除了极少数的 奇形怪状之外 大部分人到底什么样子 算是好的 好像也总在变 你比如说 我跟你们可以看一个照片 有人呢 把各种数据 这个都加进去 就是说一个女人 一个男人 什么眼睛 什么鼻子 用电脑做出来 据说得出了一个世界上最标准的最美的男女的标准像 你们看看 其实我觉得这俩也没什么意思 你说 其实我觉得是很对称 而且很那个有一个黄金比例 就说什么眼睛跟嘴巴 比嘴巴宽多少 然后有一个比例的 你换句话说 这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吗 不是 那每一种长相 比如说这个女孩子是个娃娃脸 甚至有点娃娃肥 那你看她的男朋友可能就爱这样的 你换一个别的形状的 她可能不喜欢 可是怎么说 你娃娃型的话 也需要对称 还有一个 有不对称的娃娃 对啊 可能有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 那就不对称 你说的可以 每这种概念可以分很多层次 第一个是说自在 让人家每个人看起来觉得自在 舒服 舒服 合乎我们的期待 像我们刚看到那两个照片 心理学家也经常做 后来得出一个说法 就是说除了说有一个黄金比例以外 另外就是平均 每个部分你都平均 那是最舒服的 不会让人家觉得说意外惊吓 没有惊吓感觉 那个叫做一般的好看 可是说假如整 有时候是整得特别漂亮 那就是特别的另外一种美 而且文涛经常女生去整形 有点像我们经过时装店 有时候看进去 看到一个比方说肥婆 穿衣服在镜子面前 左弄右弄 我们心力不好就说 你不用穿了 怎么穿都难看 可是对她来说 她很高兴 她只要这一秒钟的我 比前一秒钟的我漂亮了 她就舒服了 她就愿意付钱了 有这个同感 你像前是去年 我忘了大概是广州 还有一个女叫女人大代表 你知个人大代表怎么回事吗 是人替你说话的 这么一个女人代表 她62岁了 62岁去广州一个整形医院去整容 那么她因为那个医院跟她讲 整完之后 能够到40岁 其实我看起来 还是没有感觉 都很可爱 但是你看对她来说 能让我到40岁 她就去 后来拿出单据 说花了25万 也死在手术台上 真的 她做了很多 她是龙胸 你想她 她有龙胸 还有什么甲体 什么的 你看 面部拉皮 龙胸 龙下颌 龙鼻 选择了这个医院最好的 封胸 甲体 什么叫封胸 甲体 就是那个放在胸 甲胸里面的物体 我想 现在最好的物体是什么 我也不清楚 龟胶物 我比较落后了 是吗 总之是一个半固体的 好像Jelly Jelly 那算最好的了 我想 但会不会捏下去 就停入了 就不回来了呢 那还是那个形状 是很那个 比较 看起来比较僵硬的 僵硬的 对 没有我觉得那个整都算了 你整冒风险了 而且整 你不管摸不摸 至少看起来 整个身段 你觉得好看 我觉得有另外一种整形 所谓的整形 我觉得也是一种整形 是什么 现在女生很流行的胸罩 各种类型的胸罩都有 那你一穿上去 那别人看 不管男人看 还是女人看 还是觉得你身段很好 对 我那天看见 那是骗人的 那个其实也是整形 也是形片 对 我那天看见一个 咱们姐妹们的小知识 就是那个杂志里面讲 就是现在据说女人戴胸罩 都应该时髦戴的大一些 就是外观 有很多 就你觉得放松 有好处 而且你对 这鼓奔帮的吗 是不是 是有很多 已经 里面已经有物料的 有些呢 是吹起的 你想吹到多大 然后再进去 跟坐飞机 是个冲键 接下来问题不出 走向2010